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好样Hermosa 节目一开始呢,但您首先来看到 一般人总说胖才可爱,胖才讨喜 所以可以看到许多童星呢,都是圆圆胖胖的 也深受观众的欢迎 但是呢,这种小时候胖不是胖的迷思 真的要改过来了 因为根据卫生署日前发布的国人十大死因 十大死因的其中六项,包括了有癌症 心脏疾病,还有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高血压病,还有肾病等等 这些疾病呢,都和国人过于肥胖有切身的关系 所以呢,体重控制可得要从小开始 根据卫生署日前发布的国人十大死因 恶性肿瘤连续29年蝉联十大死因之首 更值得注意的是,十大死因的其中六项 包括癌症、恶性肿瘤、心脏疾病、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高血压疾病 都与国人过于肥胖有切身关系 台湾癌症基金会蔡立娟副执行长也表示 发现父母对于孩子的生活饮食影响非常大 孩子的饮食有八成以上由父母照顾 而且父母若肥胖,那么孩子的肥胖比例就会偏高 我常常都在吃零食,然后姐姐都会帮我买零食这样 然后我就拼命地吃 台湾癌症基金会执行长赖基民一时表示 十大死因多项与肥胖有关 可以说是国人的头号杀手 肥胖对于国人长期的危害 甚至不亚于塑化食品 国人不以轻忽 新唐人亚太电视 郭云开台北报道